欢迎订阅 昨天在家里面等他没回来 水都喂的挺好 粪便还真的不错 看一颗一颗的对吧 没有上次那么夸张 上一次估计说也是第一次 训放上隔车的原因 害怕导致拉的粪便都是绿便多 这次也有滤便 不是特别的多 上一次是很多 整体的来讲这个分辨还是可以的 越放远 越放的四处越多 他们的适应能力就越强 马上今天晚上又及格80公里 你看昨天刚来 今天晚上又及格80公里寻放 所以说挺紧的 挺紧张 鸽子的体质如果跟不上的话 马上越放越远 他们会得那种甩拉兔 这个时候要注意了 甩拉兔一旦来了 有可能就跟不上鸽车了 咱就打个比喻来讲 比如 120公里咱的鸽子得了甩拉兔 鸽子 你再治疗几天 在治疗的这几天中 人家的鸽子都在那里休息 没有生病的 马上又要比赛 比如说220公里 该怎么弄 咱上还是不上 如果不上 220公里迅完之后 这一战我们没有上 下一战有可能就是300多公里 咱的鸽子你还敢上不上 所以说只要有一关 咱跟不上 有可能后面就参加不了比赛了 所以说得在鸽子身上多花点功夫 比赛的鸽子没有事 在家里面的两个小鸽子 我感觉 马上要挺不住了 不知道咋回事啊 自从打了比赛之后 小鸽子在鸽舍里面的总感觉到他要生病 看到这个鸽子没有 配重环我已经拿下来了 慢慢的马上配重环都得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拍视频 给他记录下来 环号给他写在他自己的相片上面 到时候哪一羽鸽子丢了 哪一羽鸽子没有来 我们最起码能查一下环证啊 查一下环证知道是哪一羽 也给朋友们看一下 还嚣张呢 有的朋友说你这个熏放 他们还是没有压力啊 如果嚣张的话 等熏放到回来都老老实实的 对待自己的岗位 自己的朝 朝乡里面休息 那时候就熏放的差不多了 现在放他们出去 加飞 该飞的还是要飞的 我还把把小鸽子带出去 我还把小鸽子带出去 那时候是一羽鸽子 我还把小鸽子给了一个小鸽子 不想叫小鸽子 给它们在一块儿飞 还有一个 算了吧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你要是不愿意出去 我真的不让你走了 好